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9月27日下午 中国乒乓球协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宣布拼协副主席刘国良出任拼协换届筹备小组组长 全面主持拼协工作 备战东京奥运会 刘国良也在之后的个人微博发布 陪国拼战东京还有666天 网友戏称不懂球的胖子回来了 这次成了国家乒乓球运动的掌门 去年6月刘国良被免去国拼队总教练一职 从被免职到此次全面主持拼协工作 共16个月 其实我已经一年三个月没有回到这个球馆了 但是来到这个球馆我感觉依然是那么亲切 就像回家一样 嗨嗨嗨 像篮球去年大家知道已经这种改革做得不错 包括我们聘语中心的羽毛球 羽毛球从三月份也已经进行了改革的实战 东京奥运会 备战来说肯定还是在这两年之间是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 协会实体化那必须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了 怎么能够为社会做贡献 对此刘胡良表示 自己最大一部分的精力也将投入到备战之中 跟以往备战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项混双 可能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备战的战略投入到实际当中 因为大家别看多了一个混双 因为它是牵扯着男女队要统一来完成 而且只有一对选手能够参赛 所以保险系数是最小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第一块金牌 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项混双 可能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备战的战略投入到实际 今天刘胡良将以中国拼协副主席的身份 在成都参加国际拼联女子世界杯的开幕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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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